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先把這個 這長城有非常深刻的 對中華民族來說有很深刻的意義 這長城就是我們抵禦外族入慶的一道道 這非常有象徵的意義 你看著我們那個詞來講話了 萬里長城萬里長 城的外面是戶鄉 高粱匪大豆鄉 遍地黃金少摘呀 自從大人當平地起 煎熒擄掠苦難當 苦難當奔塌方 骨肉留善父母傷 莫此難忘愁得愣 日夜只想回故鄉 但在黑命打回去 哪怕我路成豪強 萬里長城萬里長 城的外面是故鄉 四萬萬同胞心一樣 新的城城萬里長 我們現在還是感動人 當時有多少人 當時有多少人在家裡吃 比賽各奔四方 我跟陳董事長都有這個經驗 從桂林跑到重慶去 最後做的是最後一班 下個貴大城區的火車 火車有三層 有三層人 有三層人 那個火車經過三洞的時候 那個人最三層人會拔掉 會掉到頭都不見了 那個日本人在後面追 我們那人回頭一看 全都為你一票磨害 燒亡 我們來講全部燒亡 所以我想陳董事長 當時 這個我要勾動很多人的心事 大家都是 七零十三人 家破人亡 這種人 我想我們今天 我們有一個碟子 大家我們加在一起唱 哈哈哈 踏著美麗草 踏著海邊是故鄉 高粱飛 高粱小 天地望竟燒在羊 是从大胆平地起 借一路烈不难道 不难道奔奔奔奔方 骨肉流伤扶不上 莫辞胆王愁得很 日夜指向归故乡 日夜斩见万一尘 日夜真心故乡 沙凉亭云大飞鸡 沙凉亭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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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 沙凉亭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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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 德國總理在波蘭向牛泰人下跪 這樣全世界的人都會原諒 所以日本人今天還不肯認錯 這個可能有很嚴重的後果 他們又派了改教科書 不曉得安培看了怎麼演講的這一次 他們的影響到日本的年輕人 如果跟他們那個又派的想法一樣 我們沒有信任 那就糟糕了 那可能這種的中日戰爭 可能還會發生 因為他們不知道過去的錯誤 抗戰當然我們要紀念它 而且要常常紀念 像那種犹太人一樣 就常常拿出來的紀念 我想紀念這個抗戰 不是要挑起中共兩國的仇恨 而是要防止再一次的 第三次的中共戰爭 謝謝 谢谢大家